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主理英语 我是Julie 今天我们来学KK音标咯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KK音标里面一些很重要的观念 那就是什么是音节呢? 如何来划分音节? 轻重音到底该怎么念? 也会带大家做很多单字的拼音练习 希望借用这支影片 可以帮助大家 把KK音标如何正确的发音给学好哦 每一个英文单字都有它的KK音标 透过KK音标 我们才可以正确又快速的念出它的发音 KK音标它就是有母音还有子音这两个部分 我们今天不教发音咯 我们今天是教各位 学会发音之后一些重要的观念 让你可以很快的正确念出它的发音 比如说今天会教到底什么是音节? 如何来划分音节? 每一个单字都有很多不同的音节 画分音节之后 轻重音到底该怎么念? 我会透过很多的单字 来带大家做一些拼音的练习 相信各位看完这一集影片之后 您的KK音标的发音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哦 那到底什么是音节呢? 音节它就是一个最小的发音单位 一个母音就组成一个音节 它就可以发出一组的声音哦 希望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些单字 我们要养成习惯哦 就是看到一个单字之后呢 我们就先找出它的母音 因为单字最重要的就是靠母音来做发音哦 那找到母音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这几个单字 是不是只有一个母音 所以只有一个母音的单字呢 我们就叫它单音节的单字 所以这一个字就是念一个发音 是may,cat,book,snow 就是一个发音哦 好,我们再来看这些 一样看到一个单字就先找母音 那这个单字都是有两个母音的单字呢 我们就叫它双音节的单字 那再来看这个有 一二三 一二三四 有三个母音的 有四个母音的 只要有三个母音以上的话呢 我们就叫它多音节的单字了 当我们以后看到多音节的单字的时候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音节的来拆解 一个一个音节念出来 再拼出来就是它的正确发音咯 好,了解音节之后 我们就来学如何划分音节咯 还是要记住这个观念 就是一个母音就是一个音节 那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家 那这样子口语话比较好记啊 所以我们一样看到一个单字就先找母音 这个单字里面只有一个母音 既然只有一个母音 它就没办法分 它就是一个音节的单字 就不用划分咯 这个单字有两个母音 两个母音就是两个音节 就是两个家咯 那有两个家 我们就要来把它分家 怎么分呢? 就是找完母音之后就找子音 母音是和它前面的一个子音来拼音 拼音之后就是组成一个家 所以这个O是跟前面的个拼成一个音 个O go 所以这个go就是一个家 呃就是一个家 虽然这个呃只有一个母音 它前后都没有其他子音了 没关系 一个母音它就是一个音节哦 不用担心 一个母音就是一个音节 所以这就是呃go 呃go 这两个音节咯 这个单字也是有两个母音 也是两个音节 两个家咯 那怎么分 就是母音找前面的子音拼成一个音 就是tist tist 它就是一个家 那这个子音呢 因为后面没有母音可以拼音嘛 所以它我们把它归到前面的子音 所以是r r artist 就中间这样子分 artist artist 好我们来看 1 2 3 3个母音就是3个家咯 那我们怎么分 一样找前面的barr bar bar 找前面的bb q q 所以这个很简单 就是bar bq 就这三个音节咯 bar bq 好这个单字是只有两个母音哦 但是这两个母音中间呢 它有3个子音 所以碰到这个有很多子音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划分呢 其实我们就主要的把子音加母音拼成一个音之后 其余的子音呢 就是念的顺就好了 怎么念的顺 怎么来切哦 我们来看看 english 也一样先把这个母音找前面子音了 english english 这边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音节 那这边怎么切呢 eng eng 好像eng 比较顺 所以我们就从中间这边切eng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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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看看哦 这边一二三 也是三个母音 但是中间也是很多子音哦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拼 先找前面的子音的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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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音还蛮清楚的 sting sting guish guish 所以我们就从中间这样切 那这边的s 我们其实可以切到这边都没关系哦 因为其实怎么念的顺都OK 只要一个音节是一个母音就可以了 所以 dis-ding-guish dis-ding-guish 好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什么是音节 也了解如何正确的划分音节之后 我们就要来学轻重音咯 学轻重音之前一定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一定是有两个音节以上的单字 才会有轻重音之分 一定要两个音节以上才有比较嘛 所以两个音节以上的单字才会有轻重音哦 那这个重音节到底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重音节它其实并不是发音重哦 而是要强调的音节 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哦 重音节它并不是发音重 而是要强调的音节 所以我觉得重音节应该是重要的音节 我们叫做重音节这样子比较正确 所以我们在重音节的时候 我们的发音应该是要高 要高不是重哦 是发音比较高 然后比较长 声音比较大声 是要强调 你要念的比较高 比较长 比较大声 对方才会比较容易听到这个重要的音节嘛 所以记得重音节是重要的音节 发音要高 要长 要大声哦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轻重音怎么念哦 一样先找母音 这一个单字里面只有一个母音 刚刚刚跟各位介绍了轻重音是要两个音节以上的单字才有轻重音之分嘛 那但是很多单字都是只有一个母音啊 那所以以后看到单音节的单字就是只有一个母音的单音节的单字 它本身就是重音节咯 因为没有比较 所以自己本身就是重音节 所以记得单音节的单字本身就是重音节咯 好这个是两个母音就是两个音节咯 那怎么划分还记得吗 母音找前面的子音拼音的阿 大 所以很简单的就是从中间这样子分 两个音节就一定有轻重音之分咯 所以只要看到两个母音以上的单字 你一定会看到有一个这个符号 这个小点点 在一个音标上面一个小点点 这个小点点呢 它就是一个重音节的符号 也就是有了这个点的这个音节代表它是重音节 没有这个点的音节就是轻音节咯 所以还记得吗 重音节的单字是重要的音节 所以我们是往上要念的高 所以这个是的阿 大 那我们念的时候要大 大 要高哦 不是大 不是重 不是大 而是重要好 重要是大 大 Dollar Dollar 好 一样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我们从这边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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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三个音节 化分音节之后 它一定会有一个重音节的符号 所以这边是重音节 其他的就是轻音节咯 所以这个是中音节往上高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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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q bar bq 不是barbq 不是barbq 是bar 往高的往比较高 bar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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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q barbq 就是这边一个音节 这边一个音节 这边一个音节 这边三个音节 三个音节的单字 它一定会有一个重音节的符号 所以这边是重音节 可是各位 如果你有没有看到 有的时候 在某一些三个音节以上的单字 在音标的下方 还会有个这个点点 那这个点点呢 它就是次重音节符号 这不是每一个三音节以上单字都有 并没有 不一定 所以各位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有的时候上面的重音节符号 是一定有 那次重音节符号就不一定了 有的单字有 有的单字没有 稍微注意一下哦 当一个单字 它有次重音节符号的时候 那就代表它的这个重音的力道 会比重音节稍微轻一点才叫次重音嘛 所以这三个音节的发音的层次都不一样咯 这个是重音节念的比较高 那这个次重音就是次高咯 这个轻音节 它是最轻的音节 所以我们来念念看这个 CROCK DILE 对不对 中音节最高 CROCK CROCK 就是这样子哦 CROCK 轻音节又降下来 CROCK 次重音再高上去 DILE CROCK DILE OK 这是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的 所以这个字就是CROCK D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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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跟各位介绍了什么是音节 如何划分音节 轻重音 到底该怎么念的这些方法 都跟各位做个介绍了 那现在我就用很多的单字 带大家做一些拼音练习 让大家熟悉这些方法哦 那一样哦 我们看到一个单字的时候 就先找母音 找到母音之后呢 就跟前面的子音拼出来一个音 其他的后面的子音 再一个一个念出来就可以了 那为了帮助大家记忆啊 我们就想到一个 也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单字的时候 就是先找妈妈了 妈妈就是母音嘛 所以先找妈妈 找到妈妈之后呢 把前面的小孩抱起来拼成一个音 那后面有其他的子音 就是他背起来就好咯 所以我们拼音的步骤就是 妈妈先找母音 抱前跟前面的小孩拼成一个音 背后其他子音一个一个念出就好咯 就是妈妈抱前背后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正确念出他的发音咯 好一样先找母音 再找前面了阿拉拉 可可就一个一个念出就好了 所以是clock 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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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我们先来找母音 抱前可欧 go 背后goat goat goat 妈妈抱前可欧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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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抱前若爱 right bright bright 好这是两个母音就是两个音节 两个音节的话呢 他就是除了跟前面一样找母音 拼前面的子音念后面子音之外 两个音节以上的单字 第四个步骤就是分家咯 母音的音节我们这样把它分家 分家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轻重音 所以看到重音节符号就知道这边是重音节 这边是轻音节 所以呢我们的拼音的步骤就是妈妈抱前 背后之后呢如果两个音节以上的单字就要来分家 分家之后不要忘了轻重音的差别咯 所以我们来念念看这个是artist 那重音节要高还记得吗 轻音节就声音轻轻的降下来 所以是artist artist artist 好一样这个母音有三个就是有三个音节咯 还记得吗 妈妈抱前背后 接下来就是分家咯 分家之后还有一个轻重音 所以这边呢 这个就是重音节 其他两个因为没有次重音 所以其他两个都是轻音节咯 还记得重音节是要念的高 高哦不要忘记了 所以是computer computer computer 好那我们再来多做一些练习哦 两个母音 g wa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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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时候会念成va 所以你认识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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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个音节要往高 念的高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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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个音节要念很高 Q Cuc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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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三个音节 不过各位有注意到 这个三个音节这边 第二个音节是次重音节 所以第一个音节是重音节念的比较高 第二个音节呢 次重音稍微高一点 第三个音节是轻音节最低的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念 Mar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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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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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 一样 他认识 只有一个母音就是一个音节 所以第一个音节是最高的音节 第二个音节是轻音节 第三个音节是次重音 最后一节又是轻的音节 所以他这是高低次高再低下来哦 所以有不同的层次 我们来念念看这个是 A mar 这是次中音哦 所以它是次高的哦 kit 这是轻音节 所以中音节 轻音节 次中音 又是轻音节咯 它是 书 super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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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个音节 没关系 一样 c a 这个a的母音就是单独一个音节咯 这是一个音节的音 所以shin 然后这个母音这个音节是重音节 要念的最高 这个sit 第一个音节是次中音 所以次高哦 所以situation situation situation 好 1 2 3 4 5 我跟母音就是五个音节咯 k me u mu 这个是次中音 这个音节是次中音 n c a c a c a t 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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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k是中音节咯 所以是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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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跟各位介绍一个 KK应标的规则 也就是如果以后 您看到是 TION结尾的单字 它的重音 就会在它前一个应节 就是它的重音 比如说像这个 TION结尾的单字 以后您要记得 TION就是念省 TION念省 然后它的重音 就是在这个K 它的前一个应节 就是K K省 像我们刚刚介绍的 这个单字 Situation 也是一样 TION就是念省 它的重音 就是在这个A A这是它的重音 所以是念Situation OK 所以要记得 TION结尾的单字 重音就在前一个应节 好的 今天跟各位介绍了一些 KK应标重要的观念 希望这些观念 还有方法 可以帮助各位 把KK应标学好哦 如果各位想要进一步的 学习KK应标 也欢迎您参加我 KK应标的线上课程 只要8个小时 这8个小时 我会从母音 还有子音的发音开始 也会介绍一些重要的观念 最重要的是 我会用很多的单字 还有句子 带大家来做练习 保证这8个小时 您一定会学会 并且学好KK应标哦 KK应标学好之后 以后看到一些英文单字 从此就不再陌生 可以大声流利的 念出他的发音 相信您的英文程度 一定会有所提升哦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您在留言栏 来留言询问哦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您帮我按赞分享 如果还没订阅 也欢迎您订阅 并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我最新影片通知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